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普通人无能为业的事情更多 就比如说现在的我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初九 我现在 真正想说出宽问你的话 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不用 我哪有那么矫情啊 很快就好了 我哪有那么矫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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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感同身受我的伤口 我哪有那么矫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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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瞒着傅凌天结的婚 你半岁的时候老爷子知道了这件事 他大话雷听 血要不要搞晕倒了 我还记得那晚我已经睡下了 是管家打电话不过交过去的 之后呢 凌天需要接触江家的势力 所以傅凌天逼着自己的儿子离了婚 你妈妈的病呢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你是我母亲的主治医生 她之前的病例呢 都烧了 你母亲一开始只是抑郁症 后来是傅凌天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哥 哥 开枪决定谈完了 不是双晓星再停的吗 你这是刚下飞机吧 怎么不回家休息啊 哥 你做决定的事情 能不能先和我商量一下 云霞 你也知道 公司现在财务有困难 这都是爷爷跟股东们的决定啊 我夹在中间很没难 那些孩子们的情况 你也非常的清楚 是他们现在所有的钱 好吧 下飞机很累了吧 先回家休息吧 先到我是不是很高兴啊 当然了 现在国内时间已经两点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不困 我想跟你聊聊天 最近因为破度的事情 很辛苦吧 还好啊 不这么累 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 你就问我的消息吧 好 看你这么开心 有什么好事情 要和我分享的吗 我今天 遇见了一个我们的故人 这个人你认识 你要不要猜猜看他是谁 猜猜猜猜 答案 是师哥 他现在是我领导 怎么哪里都是他呀 现在你这个醋量 蘸饺子吃的话应该正好吧 你要是想吃的话 那你回上 我给你做 那可不行 我的首选呢 是我奶奶做的小馄饨 所以你的饺子就排后面吧 我也想吃小馄饨 你快点回来吧 我的邀请案 是送给同事们的 可是你却来了 我想 我们都很清楚是为什么 余生 你别误会 其实是因为 我知道 这些天 董事们要么就躲着我 要么就敷衍我 就连我爷爷和我哥的态度 也不是十分的明确 其实我心里也都很明白 可是我总在想 哪怕还有一丝丝的希望 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可是我到现在还拒绝你 是不是挺不识实物的 我可以去说服我爸的 不用了 珍珍 其实我很清楚 我虽然很想得到 董事们的支持 但是我不能 拿自己的感情去做筹码 这是我也感情的尊重 也是对你的尊重